你好 欢迎收看5月26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陈彦如 新冠疫情 花莲县府26号确诊新增1291例 由花莲县卫生局长朱家祥主持 教育处长翁书敏列席 并对花莲是否要延长高中以下的远距教学进行说明 花莲县政府防疫记者会公布26日 花莲县内确诊案例新增1291例 累计病例达到27170例 主持防疫记者会的县卫生局长朱家祥 现场说明相关防疫资讯 并指出从校园疫情发展及染疫数据中判读 认为学生并没有因为放假而减少感染的几率 这个视讯课程 那这样的一个议题一直在我们现在很多的 中央或地方引起很多的讨论 那我们这边为了我们相亲做了一个数据 做了一个数据 我们看5月16号到5月17号 以及5月23号跟5月24号 16、17是正常上学上课的一个时间 那5月23、24是在放假 这一周放假时间 那我们来分析5月16到17 这两天的总确诊人数是2060人 那5月23、24这两天的总确诊人数是2244人 这以区间来总确诊人数是相当的 那在相当的情况之下 我们来看这个18岁以下的孩子 这国中生、高中生、小学生 那他总共在5月16号到17号 在2060人当中 那高中以下的确诊人数是419人 占百分之20.3 那在5月23号到24号 在2244个确诊人数中 那高中以下的学生 含高中确诊人数是465人 那从数字上好像比419岸多 但是看他的比例 也是20.7person 那之前是20.3person 那这两天放假的情况是20.7person 所以并没有因为在假期的情况之下会减少 假期就要减少 那当然或许你说才放两天假 可是你要知道还有礼拜六礼拜天 已经4天了 那就今天的个案来看 今天我们的个案总数是1291人 那18岁以下加起来的是298人 那298人在除以我们的1291人 他的比例是23.1person 23.1person 所以整体来看 我们今天的18岁以下的孩子 的确诊的个案比例数上来讲 是从20.7又增加到23.1 所以在这连续从23 24 25这三天 假期的情况之下 我们孩子们的这个确诊个案数 并没有因为停课或改成视讯之后而减少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道